從依賴司法渠道到公民自願捐獻的轉型 自願捐獻器官人數6年間增長了120倍 不過我國每年有30萬患者急需器官移植 只有不到1萬人能夠順利完成移植 正規的渠道滿足不到患者需求 黑市的交易自然出絕 在網上輸入相關的器官買賣訊息搜索 居然有人填寫真實的聯繫方式 公然通過社交工具拍賣神臟 江西警方早前摧毀了一個凡神團火 這個團火先後對23名公體進行神臟摘除手術 神臟以海鮮名義凶運到廣州牟利 在市內某間三甲醫院 只要被得起公額的神臟移植費用 神園的配對速度快到來不及 香港的黃先生患有萬聖神衰傑 由於在香港一直等不到神園 最後以現金支付50萬元的方式 即是廣州成功換神 輪候的人很多 有4000多人 每年大約40多個移植的案例 幾乎去到絕境 有一線生機 個人都已經非常興奮 去嘗試 第一下黑市交易雷及不止 影響了器官捐獻時的公信力 有專家認為 目前急需建立國家層面的器官捐獻體系 在鼓勵公民捐獻的同時 加快器官移植立法改革 廣州電視記者報道